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剛剛這個委員已經提到了 在這個造船的技術部分 其實這兩天我們都有特別提到 怎麼樣 還沒好是不是 快一點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 這個叫做集起直追 甚至必須說在某些程度 中國已經超越了美國 我給大家看兩張照片 這算是美國跟中國現在 在航母上的對比 來 這是雷根號 各位這不是 什麼時候 這是最近拍到的 雷根號最近曝光的照片 這是山東艦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都是航母嗎 都是航母嗎 當然山東艦比較年輕啦 但這就是我要說的 我們昨天才告訴你 美國的海軍最大的敵人 不是中國 不是俄國啊 而是鐵鏽 對吧 這也是美國的媒體 自己提出 非常非常嚴重存在的問題 你看看 雷根號上頭 滿滿的都是鏽石 我還是要說 船一定有鏽 但鏽到沒有時間 沒有預算 沒有能力去補牆 維修 除鏽 那就是一個對軍力 最大的影響跟受損 甚至你用看的 這是怎樣 21世紀的船 這是二戰的船是嗎 你自己看嘛 這是美國軍人擔心的 我們船出去 船間拋離要帥啊 這怎麼帥得起來 哪裡帥啊 可是你看看山東艦 不同世代的產物凸顯了 美國在造船 產業上非常落後中國大陸 我們來看 雷根號還沒有活過一半的生命 就不行了嗎 這什麼意思 這是8月16號 這個雷根號返回 橫須賀又錯字 網友拍到整個艦體 鏽機斑斑 這是8月16號的照片 我們來看 為什麼會這樣 昨天提到了 就是因為出海執勤 大量作戰 大量訓練任務 讓艦體的保養 一直都是在最低水平 能用就好 能出去就好 那每次呢 返回母港 就要拉長整備時間 可是我拉長整備時間 我的船就不夠 所以只好 該整備的整備完 除袖先等等 再出去 就變成這個樣子 OK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2002年服役 這個雷根號 那現在的役林是19年 但事實上 核動力航母 他是有50年受命的 所以他的19年 人生一半都不到 結果現在老太隆忠 怎麼會這樣 昨天提到了 比中俄更可怕的敵人 就是生鏽常態化 我們給大家看照片 這是驅逐艦 驅逐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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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看吧 從各式驅逐艦到美國的主戰航空母艦 都是這個樣子 那你反觀中國大陸 山東艦的演訓畫面曝光 包含山東艦跟第六艘055延安艦 也首度同框 那殲15 也在航母上機動起降 甚至整個航母編隊的戰力 都已經展現出來 當然不是給中國看的 而不是給台灣看的 是要給美國看的 那對比加上 昨天我們提到的 運油20 殲20 殲16 三機同框 所以在海戰 在空戰 是不是 美國 我不敢說全世界 但起碼第一島鏈 甚至第二島鏈 都面臨被中國超越的危機 那更而有之 未戰先敗 我們來看看福特號 這真的是夠糗的 我們之前講福特號 有沒有 說一天最多可以發射 160架艦載機 但是它的回收 每回收41架就要故障一次 故障了就要去修 所以160架飛出去 只有四分之一可以回來 剩下120架沒有地方降落 糟糕我要去哪 因為40架它就壞了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實戰能力 還被發現它的廁所也有問題 說福特級航母 採用最新型的真空廁所系統 但是一直塞住 是美國大兵太會拉了還怎麼樣 來塞一次疏通一次 40萬 美金啊 要小心啊 這要怎麼搞 這要怎麼搞 然後你看 哈姆裡面有幾千個艙室 而且 裡頭的這個排骨管道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細緻 一個管道塞住 整艘軍艦廁所都不能用啊 這事情還發生過 就在2011年 這個布希號 就是發生了 廁所堵塞的事件 結果這些船艦上的艦員 三十五個小時不敢大便 只能尿尿啊 尿尿還尿在床外啊 把你裝一裝丟出去啊 然後這個 扁扁扁 就不敢 大家就憋著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所以你對比一下我們看到的 那確實在造船的技術上面 中國大陸也是領先蠻多的 我們請教授 雷根號啊 跟各位觀眾報告 雷根號它是所謂的 尼米茲級的航空母艦 尼米茲這個系列的 是從1975年開始建造的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這個技術 它這個模型 已經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 這個設計了 那當然相較於中國大陸來講 它是舊了 不過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這裡 就是說美國跟中國大陸 它在這個發展新科技 特別在這個軍事科技上 它走的方式是不同的 美國是從軍事科技開始出發 然後再擴散到民用科技 那中國大陸呢 它比較像是日本韓國 這個套路就是說 是從民用的技術發展出來 然後再延伸到軍事科技 那你從軍事科技發展 所以你看美國國防部 它每年發包出去的計畫 金額非常的龐大 它用這個國防計畫 來帶動它的這個 整體的高科技產業 但它就出現了一個 可能的風險 就是一旦你的那個技術選錯了 你可能整個就會延後 美國的海軍就碰到這個問題 因為在波斯灣戰爭以後呢 它就想說要發展比較小的 載人比較少的這種船艦 那結果弄了10年沒有出來 結果等到2001年 倫斯斐上來當國防部長 那個時候 美國海軍計畫是說 要逐步的更新 尼米茲號的這個技術 這個模型 但是倫斯斐說不行 美國是全世界最強的科技 科技強國 所以一定要用最新的技術 而且所有最新的技術都要上去 所以它把這麼多新的技術都放上去 可是很多都沒有去證明 沒有去檢驗說它是不是行的東西 貪多腳不爛 它太驕傲了 什麼都要貪心 太驕傲了 所以拖了20年沒有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它的下一代叫做福特號 福特號的航空母艦是2013年出來 但是其實它很多的技術 其實還是沒有上去 還是沒什麼時候 因為它沒有成熟 它就是太貪心了 那相對來講 中國大陸它是屬於漸進式的 就它用這個民用的這個需求 去養大它的這個軍用的技術 所以說它很容易就量 這個數量上可以很快成長 然後它是漸進的 所以它可以容許錯誤 在錯誤中學習改進 因此它會不斷不斷地進步 因為它採取的方法是不同的 那這種情況就看到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給大家講一個歷史的背景 1990年冷戰結束的時候 美國有600艘軍艦 那到了202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遠超過中國大陸 那到2020年的時候 美國只剩下297艘軍艦 中國大陸2020年的時候 已經是360艘軍艦 它數量是多很多 2025年美國可能會少更多 那2015年到2019年之間 中國大陸建造了 將近有150艘左右的軍艦 美國建了68艘 132艘 差太多了 美國是132艘 美國是68艘 所以按照這個速度 它船艦的數量會不斷地 這個差距會不斷地拉開 就現在已經是落後了 那之後還會不斷拉開 所以美國要重新去檢討 它整個這種科技發展的模型 從技術帶動 新科技帶動的 以軍帶民的 還是你應該是以民帶軍的 所以現在美國 雙眼盯住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 民用的這個船隻的這個建造 他認為說 中國大陸這個民用船隻的建造 就養大了它的軍用的軍艦 所以它要控制 它要去減少世界其他國家 它的盟國 對於中國大陸民用船隻的需求 他說你們不如去跟韓國 日本去訂購 不要跟中國大陸訂購 因為這個會流向 它的這個軍艦的製造 當然中國大陸現在 當然中國大陸也有 它自己的煩惱了 因為太多了 它的煩惱就是太多了 訂單太多了 它現在一定是要向外出口 其實它出口軍艦的這個時間 非常早 它在90年代就開始向外出口 沒錯 但是它現在建造的能量這麼大 它還會繼續再出口 現在其實已經像泰國 巴基斯坦 孟加拉 甚至像這個埃及 或者像阿爾及利亞 還有奈及利亞 現在最新的一個是馬來西亞 說跟它採購那個濱海防衛艦 那個他說比美國 比沙烏地阿拉伯 跟美國買的那個 都還要便宜很多 他說沙烏地阿拉伯 跟美國買一艘濱海防衛艦 是馬來西亞跟中國大陸 買一艘濱海防衛艦的42倍 哈 42倍 價格差了42倍 是美國坐的船有孔丁是不是 還是有香鑽 黃金打造 黃金打造 所以說 為什麼大家一直傳出來說 這個 習近平要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我認為 未來我們就會看到 中國大陸軍機 甚至軍艦都會賣到沙烏地阿拉伯去 沒錯 老師講的完全正確 來 我們再來看中間 中國真的是年年下角質 老師剛剛其實講一些數據 我們來看 這是美國海軍新聞 昨天提到了 中國的大連造船廠 正在一次建造 五艘052D型的驅逐艦 而且每一個都在不同的攻段 就是 他可能是快好了 第二快好的 第三快好的 第四快好的 第五快好 不同的階段 所以他是一艘一艘 一艘下 那目前中國在驅逐艦的部分 052D L還有052D 加起來是25艘 再加上這五艘 甚至未來的下角質 很有可能 短時間之內 就能夠有長足的發展 那美國的海軍新聞也提到 這個大連造船廠 是中國的大型戰鬥艦的 兩大船廠之一阿 然後2020年的時候 曾經一天下水 一艘052D和055大驅 萬噸大驅 而且他只是之一 中國大陸最大的造船廠 是上海的長新造船廠 它的造船能力 是比大連造船廠更勝一籌的 那狀況當然會讓美國一些軍事專家 就有點擔心了 就說你看 想像一下你在西方的一個 這個船屋當中 同時看到五艘正在建造的 宙斯級神盾艦 這還不是中國最大的造船廠 簡直是怕死人 簡直嚇死人 那美國國防部也做了相關的統計 2020年中國海軍建造的速度 世界第一 在之前都是美國 2019年中國創造一次下水 十艘驅逐艦的紀錄 2021年也有八艘 所以事實上是在2021年才超越的嗎 可能在2019甚至更早 中國的造船技術 造軍艦技術 就已經超過美國了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 來 一樣 跟剛剛的無人機一模一樣 因為民間很發達 政府就很省錢 來 亮哥昨天提到了 給我們的數據 中國的造船業 我們來看 2021年去年 中國的造船業 造船的完工量 佔世界的47% 新接單的量 世界的54% 手持訂單量 是世界的47.6% 而且中國有六家造船企業的 造船完工量 還有接單量 跟手持訂單量 都是世界前十強 在2018年 它下水的軍艦 是美國的四倍 等於是造了一支法國海軍出來 一樣的道理 因為中國的造船強 所以它的軍艦做得快 因為中國的無人機市場 蓬勃發展 所以它的無人機 也比美國厲害 這個大概是很難 對美國來說 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了 混哥 這個單身廣 你安排的題目 我們第一個小時在談 這個金門的無人機 第二段在談這個 海軍軍力的比較 多讓人心情不好 先是怎樣 觀眾朋友 這個 有人會希望兩岸打起來 兩岸不合 剛剛幾位前輩提到的這些問題 因為美國它需要一個假想敵 所以看烏克蘭這樣打一打去 俄羅斯這樣打 繼續打 大陸這個也是 但是當你講這個 大陸的海軍的實力 越強的時候 對美國的軍火 這個複合體 他們很受用 你多弄一點 你越強大越好 那我才能爭取更多的預算 再賺更多的錢 對 你千萬不能停 你越超越我越好 剛剛卓老師講那個數字 他們開心得不得了 你看他們 他們才有辦法在國會要錢 你看他做那麼多 他的超音速飛彈什麼 這些軍火上講的話是能聽嗎 各位朋友 這些比較 因為單身網比較是 譬如說你比較雷根號跟山東號 他們是兩個大國的比較 如果拿我們海軍軍力比較 那不要拿出來比 宜蘭艦 你拿出來我心情又不好 所以就不要比了 因為如果真的大陸要打我們的話 他是不用出動航母的 在他整個東部戰區的機場 我們因為台灣海峽 這個距離就是最短130 最長最長也是400公里 我們所有的都在他的 作戰半徑範圍 根本不用出動航母 他不需要載胎 他直接從機場起飛 他執行任務方便飛回去了 所有我們全島都在 他東風飛彈的射程範圍 這在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能打 也禁不起打 我們從來沒打過 從1949年國民政府撥欠來 我們說我們台灣本島從來沒打過 因為823炮戰打金門 打金門 我們根本沒打 連澎湖也沒打 所以我們不要打仗 這個是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舉個新聞 但是我要把這說清楚 因為是裴洛西來的時候 這個大陸的外長王毅 他很怒 因為大陸整個系統 他就是開始開罵了 所以那時候王毅又講說 如果我們國父有靈的話 會罵蔡英文是不孝子孫 當然我們 這個陸委會當然就是要批評 又回應又對罵 但是觀眾朋友我講兩點 請大家王毅的講法 我不認同 我用另外一個講法問大家 這個是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這個所謂的抗中保台 請觀眾朋友想想 抗中保台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選舉的利益 意識形態動員等等 抗中保台是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這個我承認 那我的問題是 抗中保台符合國家的利益嗎 我現在不是在談民進黨 因為你如果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對啊 抗中保台好用啊 好使啊 不管是洗腦也好 騙票也好 抗中保台很好用啊 但是抗中保台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第二個 這個互不隸屬 說我們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蔡總統 去年在國慶大會講的 四個堅持之一 說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呢 也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那我請問你 我一樣的邏輯 它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蔡總統 蔡英文我質疑你來說 因為你又是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又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你的某個程度上 你的角色是衝突 因為當很多議題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互不隸屬跟抗中保台 當我們中華民國的利益 跟民進黨的利益 有衝突的時候 蔡總統你會怎麼決定 你會怎麼取捨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今天講這個 我比較抱歉 我僭越的講一句說 蔡總統 我禮貌性的請問你 你愛國嗎 蔡總統你愛的是中華民國嗎 蔡總統你愛的中華民國 跟我一樣嗎 我覺得很像不太一樣 我公開質疑你 那如果你真的愛國的話 你怎麼會互不隸屬呢 你怎麼沒有依照我們的憲法呢 你怎麼在玩抗中保台呢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國 互不隸屬 那我們憲法要改了 那改吧 來改啊 兩岸關係條例也可以廢了 大陸委員會也可以廢了 那時候柯文哲有講過 那你把陸委會廢看看 你把陸委會變外交不好 你試試看 那時候就不會有台海危機 因為直接打過來 不會有台海危機 他就直接開打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弄清楚 因為民進黨的洗腦太厲害了 那我們又有一些人 跑去附和民進黨的主張 我實在是很難過 沒有什麼互不利 沒有什麼抗中保台 那是動員 那是選舉的伎倆 不要被民進黨騙了 我們還是有轉變 沒有人希望台灣會變成烏克蘭 或變成香港 沒有人希望這樣子 那當我們還有選擇餘地的時候 當我們還可以講話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才說 我們要去檢討說 在整個第四次台海危機的過程裡面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蔡總統你讓裴洛西來 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因為太好了 美國第三號人物來太好了 可是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海峽中線不見了 兩岸的默契沒了 這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不符合啊 不然無人機怎麼會這樣費 如果今天還是馬總統執政的路線 如果2016年當選的是朱立倫 2020年當選的是韓國瑜 會有這些事情嗎 我們會討論這個嗎 早就換題目了 你討論這幹嘛 馬英九那八年我們也在討論這個嗎 沒有人要看 那馬英九八年討論這幹嘛 討論這陸克來怎麼處理 ECFA討論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這個市民業是怎麼可以坑陸克 怎麼沒有準備足夠垃圾桶 洗手間很髒 怎麼一條龍的 怎麼旅行這個賺錢 我們那時候討論的是這個 坑陸克 題目都換了 那是因為總統換了 政黨都換了 亞倫 亞倫你有聽懂了嗎 Aaron Fieber 你聽懂了沒 到底是你是普林斯頓還是普林斯頓 你怎麼好了 我要普杜蕾 你怎麼好了 太離譜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想清楚 我對蔡總統 你抱歉 蔡總統你愛的是民進黨 你愛的是台獨 你愛的不是中華民國 說得真好 愛的是 這剛剛霍文哥講這個 比如說這個對民進黨有利 康中保台對民進黨有利 那康中保台對國家有利嗎 這個互不隸屬對民進黨有利 那互不隸屬對國家有利嗎 我們如果把它試著放大一下 把國家換成兩岸 對兩岸有利嗎 抗中保台對兩岸有利嗎 互不隸屬對兩岸有利嗎 甚至我再放更大 抗中保台對世界有利嗎 互不隸屬對世界有利嗎 你覺得太大事啊 那我們縮小 抗中保台對漁民有利嗎 對農民有利嗎 對台商有利嗎 對學生有利嗎 你要多大我就給你多大 你要多小我也能給你多小 通通都沒有利啊 只有霍文哥提到的 只對民進黨有利啊 而且只對他們的選舉有利啊 你別傻了 你以為民進黨因為抗中保台 少賺了中國大陸的錢啊 唉 你別傻了 賺的多咧 我敢跟你說 民進黨賺人民幣 絕對賺的比國民黨多太多了 只是你都不知道而已啊 只是你都查不到而已啊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剛剛講了二十次 要把建立強換掉 不是跟我說好了嗎 來我們看看二五戰爭 昨天特別提到了 美國的國務院跟中國的外交部 都說快逃 很危險 果然 真的美國講都很準 昨天我告訴你 這個 美國的駐烏克蘭大使館 在二月十四號 從基輔簽到利沃夫 簽到利維夫 因為知道要打仗了嘛 腳底抹油跑最快 所以昨天叫你趕快走 美國人不要來烏克蘭 大使館人員趕快離開基輔 果然 烏克蘭生日快樂 普丁送蛋糕 拍謝 但是他的蛋是非蛋的蛋 不是雞蛋的蛋 在今天 俄羅斯對於烏克蘭 包含境內非常多地方 進行了火炮攻擊 包含什麼 包含哈爾科夫 包含扎波羅熱 包含地捏波羅 好久沒聽到這些地方了 包含對捏之客 都進行了精準打擊 你再給我掃字沒關係 每天都在給我幹這種事情 每天都在給我幹這種事情 那當然 最主要 俄羅斯會這麼幹 就是因為這個 杜金納暗殺的羅申門 羅申門 來 現在當中出現了 非常非常多的疑點 比如說什麼 有俄羅斯的問題專家就說 烏克蘭這種 戰法快速的改變 從要摧毀俄羅斯 到現在打所謂的游擊戰 甚至用暗殺手段 其實滿命的難以置信 而且很不尋常 那英國也有學的說 我想不出有任何調查 任何的安全部門 或是警察部門 能夠如此迅速有效 居然馬上就知道兇手是誰 還跑去愛沙尼亞 1979年生 長得還不錯 小孩12歲 愛開Mini Cooper 換了三次的車牌 還會跟這個杜金納住同一個社區 你一天兩天就可以調查出來 那麼厲害 你是KGB在處理嗎 就算是KGB也沒有這麼神奇吧 所以有媒體就說 會不會有其他的兇手呢 包含這個烏克蘭特工部門 甚至是不是遭到俄羅斯 自己人處理 又或者是俄羅斯內部 是不是有反普丁的人 勢力用這樣子的方式 趁著這個亂局去除掉 普丁的這個心腹友人 甚至有人說這個杜金 是普丁的大腦 那現在教宗也說話了 說我想這個莫斯科 因為這個車座下 被安排炸彈炸死的可憐女孩 那無辜者在為戰爭付出代價 發戰爭財 發武器財 的那些人都是罪人 哪些人你知道嗎 我馬上告訴你 普丁送蛋糕 來 我們拜登總統也非常的大方 包紅包 包30億 30億的大紅包 你生日是吧 普丁送你蛋糕 沒關係 我送你紅包 不要怕 我在 又要給30億美元的軍援 拜登你真的覺得你很有錢 美國很難撐啊 聽說最近還要這個 什麼減免什麼 就學貸款 他好年輕人 隨隨便便又是幾百億美金 錢留著吧 錢留著 好好選舉吧 好不好 然後五角大下來說 所以我們要擴大烏克蘭軍 對的這個境外培訓 甚至要對東歐南歐的軍隊 來進行培訓 不用了 先關心一下中國的無人機 好吧 先把錢拿去把雷根號除袖一下 難看死了 真的免了 真的免了 好 拜登送紅包 好普丁送蛋糕 那強生送什麼 強生送人頭 因為他三度跑去基輔造訪 哎呀時間不太夠了 那委員就一點點時間 您罵一罵他 基本上拜登是搶努之末 他現在在國內的選舉 即使動用這麼多買票的東西 可是還是急急急急急 不是買票 沒有什麼招數了嘛 那現在還要送給烏克蘭 就是表示說現在烏克蘭 已經處在平臨崩潰的邊緣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 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